你自己闹出来的事 你自己去收场 我不替你去扛家 杀人这么好的休息借口 你那个姨父啊 他是要在家里头放炮着的 他怎么会以丈夫的身份 去牵个鸭 送他进内狱啊 你要知道 真进去了 他可就休不了气了 姨父房内有围迅金的小娘 颇有手腕 不但有儿有女 且宠爱十数年不衰 正头大方的问题 关于个小妾什么事 爹爹此言诧异 不论这姨母是被休还是仇死了 姨父正房无人 必然要续闲 若久回味年轻貌美的 您说这金小娘该如何自处 这位小娘她最想看到的 是你姨母这个正房娘子 名存实亡 这样既可免了新娘子进门 又能在内宅当家子女受贿 是啊 纵姨母进内狱 又用不着敲锣打鼓的通报 只说去庄子养病去了 可保三家严密 这不可能 姨父不会肯听一个小妾的话 这金小娘不光有枕头疯 她还有仇恨 她只有一个女儿 还被康义妈送到康老王爷身边 做妾室去吗 真的 是啊 要不说这康姨母自作孽 如今强导自然众人推 老公爷都七十岁的人 弟弟 您和这姨父说 若是王家执意要保住这姨母 而爹已经体恤岳母年老 就快要被说服了 我 我若是被说服了 那此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她就休不了稀了 是啊 要么就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姨母 孙孙然回去 要么就是签字画鸭 送恶父进内狱 您说姨父会选什么呢 那还用说 你怎么算得这么近呢 我这么闹 我也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光是为了祖母 还是为了咱们盛家呀 好 你说为就为吧 这件事此时发作 理在我们 若以后再说 说不定 父亲您会背个 戴曼嫡母 忘恩负义的名声 亏得此时闹开来 不然在祖母百年之后 别家俩得说事 咱们就算不死 也惹一身身 别家 那别家知道什么呀 别家现在不知道 那日后呢 若是和盛家有仇的人呢 花红越好时 自是无人提起 可万一 哪天盛家也有了关口呢 这么好的一个把柄 为什么不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 插上一刀 你怎么知道康家这么多事呢 我还知道很多事呢 我最近呢一直在想一件事呢 我这个乖巧的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喊打喊杀的连眼都不眨一项 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 你不是变成这样 你一直都是这样 你装得真的是很好 父亲 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博代而怨恨 也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冷漠而生疏 我觉得女儿做到这份上 你也该满意了 鉴于你的放纵 我的亲生小娘才被人害死 我这个人 对我好的 我始终牢牢记得 就算豁出去性命 我也会报答人家 可父亲 你还记得我小娘吗 她如果活到现在 该有多大年纪 她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她喜欢什么颜色 喜欢吃什么 我那时候很忙 我忙得很 可是我记得 我不光记得她的 我还记得父亲你 我远远比你自己还要明白你 我明白你看中着家族的兴衰 我明白你不在乎宅里内斗 我明白你的才华和能力 虚伪和冷漠 我更明白你手术两端 左右摇摆 只有最核心的利益 才能打动你 父亲 咱们这一家人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把日子过下去 算了 何必追问这么多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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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那康王氏放在家里养伤 终究是个累赘 许严加看守 万不可懈怠 照我说 还是早早地送去了内狱为好 不 他如今有伤 送去内狱非死不可 那 王家和我们可就接仇了 六丫头 六丫头 你累了吧 累了就回去歇着吧 别强撑着 那对你身子骨不好 苏母 你有没有见过 咱们汴京城里的航手呢 好 没事没事 烫了 你官人和你二哥哥 不予在家再住了 公事未清又无宣章 他们私自回京 又带着一对人猛 谁参奏上去 都是大事 对对对 总总说的事都 事都已经了结了 这个父亲已经拿到了康家的文书 二哥哥也拿到了王家的文书 那今晚丑时就让他们走 那今晚丑时就让他们走 不要丑时 也太深 街上行人聊计 他们一行七八个人 且都是壮汉 城门上 计划认不出来 也会有梦想 是 总您说的没错 那让他们天擦黑了就走 反正出生的人那么多呢